这次的所有实测商品当中,又属此机款拥有最为宽广的摄影范围,再加上一些高分数,不论设置于任何环境都能安心使用。 而随附的24小时录影保存功能,则可随时检阅过去一天内的记录。 除了摄影范围宽广,画质清晰且颜色自然之外,就算是在全岸的场所摄影,也拥有一定的明亮度以保留摄影对象的细节。 在摄像表现和第二名并驾齐区拿下最高分的4.5分佳季,而若是使用其录像功能,还能即刻将录影影片存进手机,十分便利。 Tribute的婴儿监视器在多数商品都触弱式的监控性能大大胜出,除了能灵敏侦测声音之外,更备有动作侦测机能,能灵敏监测到评比人员的挥手动作并自动追踪摆头,进而持续捕捉动作。 就算家中有好动宝宝,也不用再害怕它爬出镜头外。 经过实测后发现,此款商品连评比人员的指尖动作都能侦测到,表现令人赞不绝口。 且敏感度可根据需求做调整,加上对于声音和温度也能明确感知,在监控性能方面拿下了亮眼成绩。 当监视器侦测到宝宝的声音时,便会自动启动并发送通知到面板,且此机款摄影范围宽广广,摆头范围可达上下120,左右270,摆放于,各种空间都能轻松对应。 至于适用后也验证了其画质方面有着高于平均值的水准,不论场所的明亮依难与否都适用。 你认为这份名单有意义吗?给我们留言吧! 您可以在视频说明中找到产品链接。 记得点赞和订阅频道以了解最新评论。